分较到地主 比排大王圈8 看人帅气质家 果然较分不一样 这个排行整齐度比较高 确实是冒一冒劲 可以较三分 较两分其实相对来说 可能是更多的选手的选择 是的 四五六 三八一代 九刀可以撒二顶大王 咱们 咱们看有可能会打春天 真是奔着春天来 看看他下一手怎么考虑 断三七斤有诈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好还是求稳了 对 那这样红队只进一分 进一分也行了 对刚怎么说呢 这个可以对两队来说 都是两队相遇最高端的场次 没错 因为今天是 也是八强承诺赛的地主首发 生死战 现在对他们来说 其实是需要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到位才行 必须得提起十二分的精神 虽然前面两家都没要 但是任帅还是求稳去 有一个防诈的想法 第一副爬因为较分分值的不同 删斗好哥哥 进账一分 看向第二副 尾加应该是必较的 哎呦 补的也非常不错呀 圈圈七 五六七的连队上行应该大概率要留八道圈了 五六七的话留八道圈没问题 对单四好一点 S进单圈 好 对这个牌没必要去先打五六七啊 因为你上行有一张单二 建勾了这个信息收集的特别到位 顺子大了 然后圈还能过了 好 现在还减尖了 对回二 五六七 做大之后打一个八道K形成三角牌形 先出八道K也行 对先出八道K也行 那样有一个防诈的意识是吧 对先出八道K就是直接三角了 对 因为八道K是名大 这个五六七理论上还是不大的 果然五六七被管上了 现在他的视角还断三 这牌不过K 剑三也跑也不行啊 这个牌K 哎呦 阿国没接 那桥可少了 打仨三的话 仨尖尖尖 刚才要拿二接了就 可能效果更好一点 阿国在想地主是什么牌 但是你这个牌形应该是主跑 是的 他还是想防地主的这个 比如说 刚才人帅顶K的时候 阿国还是想 用撒尖来防守 比如说他二接出单回二 人家还不动 他必须得挑撒尖 这样可能就缺失了 对地主这个撒K的防守 再不接地主就直接迎炸了 其实他接了好像也打不过地主 就是刚才剑K上二接 然后初三剑K再上二接 也不行 人家